啊,我的蛋糕,是谁偷吃了我的蛋糕 林静,怎么了 林静,你怎么在哭啊 我的蛋糕不见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你们偷吃了我的蛋糕 冤枉啊,我没有偷吃你的蛋糕 我也没有,我可是一直在客厅看电视 可是,家里现在就只有你们两个人,不是你们,是谁偷吃的,肯定是你们偷吃了我的蛋糕 林静,我和贝利亚都在客厅看电视,没有偷吃你的蛋糕 是不是你们两个一起偷吃的 不可能我肚子现在还饿着呢,要是偷吃了,我怎么会肚子饿 那蛋糕怎么不见了,难道他自己长脚跑了呀 可是,我们确实没有偷吃蛋糕啊 你们在干嘛,看起来好热闹的样子 迪迦,他们两个偷吃了我的蛋糕,还不肯承认 胡说,我们没有,说了没有就是没有 什么蛋糕啊 就是放在冰箱里的蛋糕 哦,是那个蛋糕啊,我看这蛋糕放冰箱两天了,还以为没人要吃,就拿出去外面的垃圾桶给扔掉了 什么,你,你,你怎么把我的蛋糕扔掉了,我还没吃呢 林静,蛋糕是不能放在冰箱太多天的,我看它不新鲜,以为你们都不喜欢吃,就扔掉了 好吧,这下知道了吧,还冤枉我们吃蛋糕 哼 赛罗,贝利亚,对不起啊,我,我刚刚很生气,就忘记了思考,才冤枉你们,你们能原谅我吗 好了好了,我原谅你了,以后别动不动就冤枉我就行 还有我,我不喜欢当贝国侠 嘿嘿嘿,好 林静,我肚子好饿啊,咱们赶紧回家吃饭吧 好啊 妈呀,赛罗,你怎么变成一条毛毛虫了 林静,赛罗呢 迪迦,赛罗变成了一条毛毛虫了 天啊,你们两个怎么都变成了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不行,我得带你们去找精灵仙子,他能帮助你们,精灵仙子,林静和赛罗两人都变成了毛毛虫,你能救救他们吗 啊,毛毛虫,我不喜欢毛毛虫,你赶紧拿开 可是,他们是赛罗和林静啊 抱歉,我看到毛毛虫就害怕,你等等,我用魔法书查看一下 哦,找到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变成毛毛虫了,他们是被黑暗药水给淋到,才会变成了毛毛虫的 那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变回来吗 有一个办法,你去魔法森林摘超大的魔法草莓给他们吃,就能变回来了 好,我这就去 哦,好大的草莓啊 住手,你要干嘛,为什么要偷摘我的草莓 大象,我的朋友被黑暗魔法给诅咒了,需要吃这个魔法大草莓,才能变回来 原来是这样,你是为了救他们才来摘草莓的事吗 是的,你能帮助我吗 好吧,看来你不是个坏人,这个草莓就给你拿去救你的朋友吧 谢谢你,大象 太好了,我变回来了 我也变回来了,迪迦,谢谢你,叫到我们 迪迦,谢谢你,这个棒棒糖给你吃 不客气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棒棒糖,赛罗,你快吃吧 贝利亚,你真好,竟然给我买棒棒糖吃 嘻嘻嘻,只要你一吃就中计 咦,贝利亚,你怎么变那么大了 哈哈哈哈,笨蛋赛罗,我可没变大,是你变小了 啊,我变小了 你可真好骗我,我给你的棒棒糖吃了可是会变成小人的 可恶,贝利亚,你怎么能那么对我 谁让我本来就是坏蛋啊,你就小心点,别被人裁骗了 你别走啊 林静,赛罗怎么还没回家啊 我也不知道啊,他平常都是很早回来的呀 那咱们出去找找吧 嗯,赛罗,你在哪里呀 赛罗,赛罗 迪迦,是迪迦的声音,他们来找我了 迪迦,林静,我在这里,你们快看过来,我在这里啊 迪迦,我好像听到赛罗的声音了 是啊,有点 我在这里,低头,低头看过来 他叫我们低头 迪,赛罗,你在这里啊,你怎么变成这么小了 我被贝利亚骗了,才会变成这样的 那怎么变回来呀 咱们去找精灵仙子,他能把赛罗变回来 精灵仙子,赛罗中了黑暗魔法,你能把他变回来吗 没问题,精灵之力变 太好了,变回来了 以后我再也不吃别人给的东西了 嗯,你有这个安全意识就好 赛罗,林静,吃零食了 快过来 哇,好多好吃的啊 迪迦,你要请我们吃这么多好吃的吗 是啊 这么多好吃的,都是我的了 哎,赛罗,你怎么把零食都拿走了 是啊,我们也要吃啊 你们,吃空气吧,零食都是我的了 林静,快过来 这才对嘛,欢送我离开吧 等等,你不是赛罗,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赛罗啊 你不是赛罗,赛罗才不会像你一样 那么自私,把好吃的都给自己 迪迦,我回来了 咦,怎么有两个赛罗 你们谁才是真的赛罗 我才是真的,他是假的 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 迪迦,我听说只要小朋友们发送小红心 就能知道谁是真的赛罗了 小朋友们,能用小红心帮我们找出真的赛罗吗 哎,糟了,被发现了,得赶紧跑路 可恶的贝利亚,竟然敢冒充我 要不是你跑得快,我肯定揍你 幸好,小朋友用小红心帮我们找出了真的赛罗 是啊,零食差点都被骗走了 好,小朋友们